近日,台媒曝光郭富城的求佛之路 原来他早在22年前就皈依佛门 拜星云大师为师父赐明普善法号 报道称,郭富城前段时间抵达台湾拍广告 期间到台北道馆参观已过星云大师的末报 佛门中人得知他挂念大师 便引他入内参拜 透露郭富城苦练书法 将书法送给慈善机构拍卖 从而帮助更多的人 此前,郭富城曾公开一段写毛笔字的视频 他用不到一分钟时间写完四个字 最终筹得一百万的善款,以子千金 一周前是藏传佛教他则看仁波切的声音 郭富城一身红衣为活佛庆生 他被奉为上帝,坐在最前端的位置 并上台至此,在校中备受尊重 据台媒透露 郭富城二十多年前因缘忌讳读到星云大师的著作 到2001年正式皈依佛门,带星云大师为师 2002年出席大师在宏馆举办的唱颂讲座 演唱了大师作词的祈求 师徒行深 娱乐圈皈依佛门的天王天后不再少度 张曲有1993年开始看佛经 王妃和刘德华吃素多年 而刘德华法号则是会 郭富城的信仰也受母亲影响 赌进佛教且十分虔诚 与方苑结婚生女每逢喜事都会到寺庙还院 方苑一曾陪她拜佛 期间还拿手机拍照 引发热议 此前还曾传出郭富城到寺庙求二胎得子 不过郭富城后来受访透露 生男生女都喜欢 直女儿更年人 两个女儿已经足够 如今郭富城再度到访 难免又会传出类似的传言 方苑最近公开一家四口合照 庆祝与郭富城结婚六周年 结果又遭到王武捕槽通门 只婚后 全家第一次旅行的地点选在澳门 缺乏浪漫和仪式感 不过 港媒指方苑一身形透超六十万岛地 其中耳环和手镯分别价值二十八万 及三十五万岛地 力挺天王 至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